哈喽,大家好,我是白丁,今天做的这支坦比494,啊,之前也是一位观众推荐说好像是这一支吧,我买了两支,还会是三二二啊,对,但这个等会再做,啊,啊,终于看到一次末将改包装盒了,还是说他本来就这个有点忘了,因为 因为国产品每次印象就这种,这种盒子啊,呃,本身笔的话就非常素了,如果这个包装,如果整个值,我觉得很满意了,因为这个笔本身的价格也说不上非常贵,也不能说很便宜,但是,呃,能怎么讲呢,呃,环保一点就环保一点吧,这个因为觉得意义不是很大,除非是说真的有一些特别的原因,那笔的话其实就,我觉得个人来讲,其实连接 可以说了到我个人都不是很需要,因为笔真的是拿来用吗,不用的话也不叫笔,所以说,拿出来的时候就我就直接这么丑,不知道方法对不对,但这一次这个笔的包装我觉得,对,这个刀板我觉得做的挺不错,这样折一下什么的等等啊,还是挺花心思的这一刻,呃,另外这个整个包装还是这么一放到一边就可以了,然后是要带这样子,OK,好,那先讲讲整根整根笔的一个,首先这个笔的话,我觉得有点, 透彻感好像不是特别足,看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,看一下,因为透彻感这种,呃,看一下能不能对比一下,呃,你看就是百丽金的那个光度吧,锐利一点,呃,你看就是说中间叫黑线的时候,它还是非常直白的,但像弹笔的话,你看就有点小模糊,那个边线 不知道是不是透明的原因了,但是这么多笔,我觉得就是百丽金的,就它的这个车销是做的最好,最漂亮,然后在下就是那个三文堂,对,呃,然后这一支笔的一个特点是,啊,活塞上抹笔,原来是我,我还真不知道,我以为也是那个负药上抹的,还是说我买错了,不知道,希望那个观众看到,然后告诉我一下吧,呃,这一次终于是一个透明的笔色了,跟之前的不太一样,然后活塞上抹的, 上抹的话,它笔尖也是,那我看一看,笔尖是算大还是算小,拿一下墨,那只墨将开看,对,跟墨将比应该就,啊,跟墨将比可能会明显一点,我这只墨将用了一段时间了,可能就时间旧,你看这个,就没那么锐利了,这个边,那这里还好,那这里可能我手抹多了,或怎么样,就是把这里能看得到,看到这里,啊,对,相对比较明显,透明的笔,唯一的问题就在这里, 好,先回去讲一下那个笔尖,笔尖的话是这样的,能看到一样大小呢,呃,呃,是属于那个小尖,笔的话,本身大小,先顺便看看它的长度,以及它的粗细,那笔的话,本身来讲,中规中矩,不算特别粗,也说不上细,那细的话,起码得,呃,无印呢,或者永生那类比,他们那种才叫细,啊,这只算中间, 嗯,笔的话,首先就是这一个,对,大小差不多,比较也没什么,也OK,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,另外,呃,这里,对,哦,这里给大家看一下,笔尾后,笔尾,笔尾的部分,但这里有点小松动,啊,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,可能,但是活塞笔的话,有时候万宝龙的也会有,但是百利金的就,我印象, 一种百,百利金不确定啊,好像,当平常好像贵一点的,笔就没有注意这些问题,反而像这一种笔就会注意一下啊,但这个是那个什么虚位,就是那个,本身他会预留一些位置,就是给这个活塞去,这个那个螺纹嘛,那个螺纹就是说,可以叫啊,形成,他的螺纹形成嘛,就是,留一点那个就是说,那个偏差值啊,这个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,反正不影响你用笔, 再下来的话,他少了,我不知道这个圈是不是啊,笔笔的大,笔的粗细大概就这样子,有一个就是说,他在这里有一个那个橡胶圈,我不懂,我个人喜欢还是海运,就威地公海运那个那个粗细,我觉得资料会比较好,当然其实影响不是很大,功能性是没差别的,只是说感觉用料不是很足,但是这个对港笔来讲,整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, 其实只是说粗一点,可能耐磨一点,有可能,这个没有考证过,也说不准,笔尖的话也是中规中矩的,呃,一个,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简,反正就是,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棉,有个棉字啊,知道观众帮我补充一下,嗯,呃,在下就是一个EF间,那整根的透明,呃,但是如果这里做透明,为什么活塞和这个圈,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做透明,但是这个之后再考就不是很很重要,那本 本身的活塞已经上了一点贵油,能不能看到这个,你看我扭一下,这里有两节,我刚刚扭过,你看有推浅的,本身是有一点点贵油了,那也就是说这根笔是要定期给上一下那个贵油的,呃,另外这个的话拆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拆这支笔的,还是说呃,不能拆的啊,呃,对,因为没有他,我在这旋的时候嘛,他这里笔尾的部分没有一盒口,我没有看到一个,正常是肯定可以拿, 那个搬手,然后就是三分堂那种嘛,给他扭开嘛,然后整个给拆下来,这支好像不行啊,但是不太影响我们的那个,呃,书写,呃,这个可能就是那个防磨钢的一个胶圈嘛,呃,因为正常罗文都这么去紧,那像白金呢,或者白乐,他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,就这样子一个套筒,套筒,然后给套进去,那就这样子去防止磨钢嘛,但是像这个胶圈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这个功能,我就 就不是很确定了,但整体来讲整支笔的话,有笔握上面有点像纳米,这样子一个弯的小箱角,我转一转给你们看,呃,不知道,希望能看得清楚啊,呃,这个弯弯的,有点小弯弯,但这里是平的,这个不,后端这个部分是平的,这里也是就是小弯,有点像纳米的那个Safury的那一类的设计,只是没有那么强调那一块的设计,其他就没有 有点帮助你握笔的一个姿势,这拿起来的时候还是挺舒适的,反正就是笔握啊,或者拿的舒不舒服,完全主观主观的一个享受啊,每个人手的大小,以及手的一个,有些人手比较软,有些人整比较多等等啊,各种问题啊,这个就不多讲,其他的呃,大致上就差不多这些了,笔尖的话看一下笔,谈笔的唯一独一个地方我不太喜欢,就是他的笔尖的那个书写, 感受很滑,没有阻力感,但是很虚,下去的时候下笔那一下,那个那个感觉就是,嗯,有点就是说不出那种,就是说,感觉就是非常的,呃,就不扎实那种,那吃熊了,吃熊了,好,那我们还是一样先上一下墨吧,看一下那个墨是怎么样, 呃,一样我墨我就上一点就好了,那我把这个墨给推一下,但这个比较个好处啊,就是说我,我,我上墨的时候,对,你看我这么上 我扭一点也行,我,我想拧很多也行,因为,他这个啊,不好意思,碰到镜头了,抱歉,抱歉,这空间比较小,空间比较小,呃,好,那回来,那这支笔,我觉得有一个好处,就是像我这样的试笔的话,我就,刚刚他这个活塞可以,呃,反正形成有这么多吗,但是好处就, 他,但是他这里没有那个什么,就是没有那个口,那就说像我这种试笔的,我喜欢就上一点点,然后这支笔就收起了,或者给别人,或者卖啊,等等的,那像这个设计我是挺喜欢的,就是我不用那个全上嘛,那你像平常的那个,万宝龙的话,百利金的话,就是基本上他肯定是我这么一扭,看一下顺便,啊,也有,也有这个虚伪,也有这个虚伪,看来活塞干笔都有啊,这个正常,不好意思,我,我搞错了, 你看,这么一扭,然后我必须得要全上,他这样贴紧,那像这一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,我觉得,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特色,如果真的要我找一支的话,他最大特色就是这个地方,好,废话不多说,继续的书写时段啊,也是一样快进的,我把本子放一下,然后直接就写,好 好,书写完了,那感觉书写感受,比以往谈比的都来的,来的好,就是平常,不好意思,那是平常谈比的话,就是非常好,这次听一下,有有阻力感的声音 对吧,呃,一样比的下限非常的高吗,现在所有全世界比都是下限非常高,断末飞白应该问题暂时还没有碰到,个人暂时没有放过车啊,这飞白和断末上面还没有试过啊,另外的话还是,呃,对,另外其他的就是那一个书写感受来讲,跟谈比一网的,那个什么,一网的风格不是很一样啊,最后观众推荐的真的很,很不错啊,看来比我, 那个怎么讲,观众都比我牛逼啊,真这么讲,好,然后再下来的话,那个笔尖的话就是,上面的纹理没什么好讲啊,滑顺度也是OK,那轻轻的几笔和重重的几笔一样,还是有出息的一个差别,EF间的一个手感非常的好,那虽然说跟别的笔尖速线感受还是怎么讲呢,中规中矩,但是还没到差,也跟着,但肯定也说不上好,那跟,呃,福利文和之前做那个卡口的一个, H,卡口H,仅限来着,卡口别的,比我当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,但是像卡口H,那个感觉真心是挺不错的啊,那暂时就这几只笔,那在其他的,嗯,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特别,出不出风,这个是完全看个人的书写的一个能力,就是说你自写的好不好,说的,说的直白一点,对,大概就是这样子,那出息的话就是跟,呃,0.5, 反正就干笔的出息肯定会比那个原子比出,这是正常的,好,然后再下来的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好讲了,维度最大特点就是他的这个火纱,不用算平常留的整个笔帽给上了,然后再下去,那他就,这个形成就在里面做完了,反正这个结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棒,那这位观众真的很感谢你推荐,哇,这个真的有点意外, 而且这个密封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防磨钢的那功能,如果真的是的话,那坐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挺不错的,比起是这样子整个笔帽非常干净,不像百乐那个,你再塞个套,塞个套筒,因为百乐823我碰到一个问题是怎么样,拆笔的其实就在那,就是有墨水,然后渗到那个套筒和这个笔帽的中间,然后搞得我必须拆笔,那虽然说那支笔我现在就出了,已经已经已经没有再用了,就出放出去了, 那个卖出去这样子,对,那如果是放在这里的话,我觉得这个设计会更合理一点,那这个不同笔,笔厂的那个笔也是不断在进步啊,好,那个今天就到这里,那个有什么麻烦帮我补充一下,好,谢谢大家,拜拜。